日本前首相呢 河野洋平跟沖繩的知事 玉成丹尼 他们到北京访问了 这个访问团好大 大概有80多人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 来进行主办的 还要访问福建省呢 我们来看下一张呢 玉成丹尼呢 他的行程也引发讨论 他呢其实来到了北京 琉球国的墓地 进行遗址的祭拜 你看他祭拜的这个场景 然后呢他双手合十啊 用琉球习俗的祭拜 那据他的介绍 他使用的香啊 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 跟日本本土使用的香不一样 好我们再回到上一张 请赖老师好好分析一下 玉成丹尼这一次的访华 因为呢他说 1997年冲繩就跟福建地位 友好的省市 而且呢日本70%的美军基地 就在冲繩啊 冲繩要求减少美军基地 而且也不想要再卷入战争当中 因为当年啊 每四个冲繩人一个人就丧命了 冲繩绝对不能再沦为战场 而且他也说 美国常常要拉着日本啊 什么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但是冲繩绝对不能有事 其实冲繩就是琉球啦 对 琉球在过去是 大中华圈里面的一个成员 所以他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很深 这都是事实 没错 琉球本来就是一个国家 当时美国也有派一位总领事在琉球 所以美国的外交 就国务院里面很清楚地知道 琉球过去是一个国家 后来被日本的这个九州的萨摩藩所并吞了 那在过去琉球曾经向中国寻求协助保护 那中国那时候在衰败 中国衰败的时候没有能力保护琉球 所以琉球被日本并吞 我想中国也很熟这个历史 日本也熟 琉球人更清楚 他们的过去的历史 美国人也很清楚 也就是因为如此 所以在1970年代 美国要结束对于琉球的托管的时候 其实在更早之前在开罗会议的时候 美国在当时的跟罗斯福 就是美国的总统罗斯福 丘吉尔跟蒋介石 当时罗斯福就连续两次 跟蒋介石说要把琉球归还给中国 蒋介石拒绝 坦白说错就再从这个地方筑成 蒋介石他不懂琉球的历史 他也不懂琉球的地缘战略的重要性 所以蒋介石做错了一个人类间 或是他这一生中最不应该做的决策之一 那事实已经造成了 可是琉球人 他还是想要恢复他自己的国家 现在在琉球居住的也就是在冲绳岛居住的 有一部分是日本强制或是半自动的 或者是自愿的从日本的本土移民来冲绳 居住的那些人他们不是琉球人 可是另外一部分绝大部分的他们本身是琉球人 而琉球人他是想要恢复他不认为他是日本人 他就是琉球人他不是日本人他们也想要恢复他们的国家 而日本人是不允许的 那现在中国越来越强大以后 其实给琉球更多的希望 而且琉球想避免战祸 而且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日本人强迫琉球人大量的死亡 这个是琉球人内心里面最深的痛 而且日本还强迫他们跳悬崖自杀 那是琉球人最深的痛 因此真正的琉球人他们是希望美军回去 他们一直认为日本人把琉球人当成二等人 不然的话美军为什么70%的基地是放在琉球 为什么战争是一定要在琉球打 而不是在日本本土 因为如果发生战争的话 这边会被源头打击 是的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的话 他们认为日本人根本就把琉球人当成二等人 第二个 而且他们要琉球人为日本人去死 去流血 去牺牲 他们一直在强调为什么 所以他们反对战争 他们主张美军都应该撤出去 他们反对琉球卷入两岸之间的战火 琉球卷入中日之间 琉球卷入中美之间的战断 我觉得目前来讲中国强化跟琉球的合作 跟琉球的关系 从历史上 从文化上 从过去的这种彼此之间的 这种中祖国跟番祖国的这样的一个上面 还有中国的强大跟安全可以给琉球更多安全保障 因为琉球人知道几千年来 中国从来没有要并吞占领日本 占领琉球 就日本人占领琉球 所以我觉得琉球想要恢复跟中国的关系 这个是迫切的 对 当然 琉球他们会担心说什么呢 如果你天天在讲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 日本不见得有事 而是冲选一定有事 因为这边有70%的美军基地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来看到为什么琉球话题又引发讨论呢 但就是习近平主席的这段话 他特别说我在福州工作的时候 我知道福州有琉球馆 琉球墓 当时还有闽人36姓入琉球 这是最近引发讨论的 另外来看到是说在2013年的时候 其实人民日报也有有关冲选主权争议的问题 所以这是第二波的大家在讨论琉球的主权或独立的问题 因为日本你常常说什么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 如果中国大陆也来挑战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呢 来跟你讨论琉球到底要归谁的呢 日本你要不要好好想一下 尤其之前的时候解放军的副参谋长孙建国 5月23号就说了 如果中国大陆说要让冲选独立 日本会作何感想呢 尤其是就法律上来讲 日本你真的站不住脚啊 波斯坦公告说明确日本的主权不包括琉球群岛 因为日本主权仅限于本周北海道九州四国 琉球本来就有权利恢复独立 我觉得孙建国那时候如果用北海道是更好 如果假设孙建国说 如果我们今天主张北海道可以独立的话 你日本作何感想 哇那更大条 因为台湾跟大陆本来就是同属一个中国 那如果以日本人来说北海道跟日本本土 本来就同属于一个日本的话 那北海道要独立 那难道你日本有什么意见 那琉球本来就有权利独立 因为琉球本来就不属于日本 是到目前为止 琉球的身份都未明 那在这个情形下是 美国日本硬抓着琉球 而琉球是想要恢复它的独立地位 而这本来就是琉球人的权利 那所以我觉得如果孙建国当时提出来 就说这个北海道假设他今天要宣布独立 那你日本是什么态度 我觉得这个才是比他更加的贴钱 OK好那所以呢你看琉球这个话题 引发大家的关注就是讲什么 有几个层次 第一个他不想卷入战火 第二个中国大陆如果真的要打琉球牌的话 日本你招架得住吧 你在法理上刚刚已经说了 你是有点站不住脚的 那尤其中国大陆在周边的国家 美国是不断的想要调试 从东海台海到南海都是如此 那说到南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 真人版的Barbie呢 电影啊因为啊内容出现了南海的地图 是由中国大陆主张的九段线 对啊这有错吗 那当初人家不是也是为了帮越南的关系 还把十一段线变到九段线啊 不过越南说不开心啊 说什么跟越南主张的主权不符 因此呢这个Barbie真人电影 被越南给禁止上映了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又最近说法听看看 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 也是一贯的 我们认为有关国家不应当将南海问题 从正常的人文交流挂钩 好赖老师你怎么看这个九段线说是不符合越南的 我觉得Barbie应该感谢越南做这个事 因为越南做了这个事以后 让大家注意到Barbie了 因为它变成重要的国际新闻 这第一个 对啊 越南做了以后 我们第一次讨论这么那个娱乐的新闻 越南做了以后全世界都在讨论Barbie了 因为你想想看这个宣传多难啊 要花多少钱啊 而且才能够在正式的新闻频道里面 被大家来讨论 那现在世界各国都在讨论说 原来美国人的立场 好莱坞的立场 九段线内就是属于中国的 那所以在Barbie在拍电影的时候 它就是九段线属于中国 那越南表达抗议 这个时候会激起很多中国人 我要来看一下今天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一定要看一下 因为它的车子蹦一下掉下来 那大家看一下那个画面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蹦到哪里去 蹦到哪里去这样子 好 那各位你想想看 那它在中国的票房会大放异彩啊 这个会激起更多的好莱坞的这些制片家说 我要拍更多的有关于 这个南海属于中国的这个片子 南海属于中国的片子的话 那越南一定抗议 那越南或是菲律宾在抗议 或是在禁言的话 大家就更有兴趣了 然后讨论度就更高了 哇 那当然票房就不得了 那因为 可是南海一定要属于中国的 是啊 因为历史上就是属于中国 就是这样的 而且法律上也是属于中国 那这样的话 第一个 不会违反国际法 不会违反历史 而且呢 也完全符合 这个中国在历史上的一个诠释 这样的情形下 在中国的票房就会很好 不然的话 你如果拍一个违反历史史实的事 在中国的票房一定奇差无比 对所以巴比这一招会不会是很特别的一个呢 这个行销手法呢 賴老师精辟分析 那不管怎么样 中国大陆在南海这边有它的主权 绝对要伸张之外 另外呢 又有相关底绩就是军事的这一块 那为什么说到军事这一块呢 引发讨论 最近呢 中国大陆引发讨论是呢 这个央视有官宣说 有就是福建舰已经进行动力测试了 矽薄测试了 航母最大速度 转弯半径这些要进行测试 而且最快2025年左右就会正式服役了 所以呢 你看它现在要进行 7月就说要进行海市了 那这个是有什么样很关键的意义吗 当然很关键的意义 因为目前在西装 就是说我们知道它是先下水 下水以后拉出去一下再回来 那现在开始西装了 西装以后也就是说各种武器 各种设备都要装上去了 武器设备都装上去以后 它的重量就比以前更重了 那还会测它的平衡的问题 接着就要看它的动力了 因为航母的动力最重要 那等到它拉出去的时候 就开始看它的动力跟电力的配备 还有它的航行的一个转向 如果都没有问题 然后再回来 回来了以后 这个各种装备再继续上去 因为各种装备上去是很重的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就变成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它的速度都是如期在走 因为当初就说7月份要再做海市 那它就如期的来做 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中国大陆的所有的节奏 都是在计划中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大家最后会希望它拆掉的 那三个盒子 对 那电子弹射器 一旦拆掉以后 它的秘密就整个解开了 那接着大家就要开始在眼皮下 看着中国的这个舰载机 在电子弹射器的推动下 它怎么那个起飞 而且大家更会想看的是 这个固定翼的重型机 例如说预警机 预警机如果在电子弹射器 推出去的话 它弹射上去的时候 我想中国的电子弹射的航母的时代 就正式的来到 的确尤其是电子弹射 它可以弹 也比较轻一点的 比如说无人机 攻击11 或者是歼15T 这个重型的机器也都可以 那刚刚赖老师特别说了 预警机空警600 这些大家都很关注 广告回来继续来说 好 中美的较量 其实军事是最关键的 尤其有底气的话 美国才会想怎么样 才会不会看不清你 我们先来看看说 中国大陆现在 被说这个歼20变成全球最强的五代机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是美国媒体的DRIVE 它进行了一个报告 你看这是他们相关的一个照片 它说歼20已经换上了涡扇15的发动机 成功首次的试飞了 这是试飞时间6月28号 地点在成飞 还可以看到15 15 这就是涡扇15的意思 有一个研究中国战机的专家 德国人 他说听到这隆隆声的声音 跟涡扇10C不一样 来的比较低沉 也是证实说涡扇15装上去了 涡扇20 涡扇15跟涡扇10 它的最大差别是涡扇15它推力18.5吨 一分钟飞52公里 美国的F22推力是17.7吨 意思就是中国大陆涡扇15打败了这个F22了 所以大家都说这是完全体终于带来了 到来了 真的是全世界飞得最快的五代隐形战机 这个隐形坦白说 中国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力气 因为这个涡扇10C 它是一个过渡型的 也就是当初中国大陆准备要发展到涡扇15的时候 它在没有到达涡扇15之前有个过渡 那也就是说这个过渡型的引擎 并不是中国未来要发展 它是来做验证的 做科学各种各种验证 然后验证出来的数据 是要提供给涡扇15做最主要的一个参考 那我们都注意到歼20它是双发 两个发动机 那两个发动机当初在做这种发动机的时候 一个是要用很成熟的就是二次的 另外一个就是用这个实验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两个发动机 那么如果说实验的出了问题了以后 那成熟的还是继续可以飞 所以这个飞机本身就不会受到伤害 飞行员就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的 所以当时大家都留意到说 歼20后面的喷嘴一个大一个小 而且这个形状是不一样 很多眼尖的军迷他都看到说 为什么两个喷嘴的眼 那个大型 那个形状都不同 其实那就是一个是成熟的 一个是在做测试 那好不容易中国涡扇15成功了 成熟了 那所以当它装上去 经过不断的测试成功以后 当它两个发动机都换上 这代表什么 成熟了 也就是说不再用二字了 两个都用涡35 来作为它的发动机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这款引擎已经成熟 开始进入量产 这样的话中国就会摆脱 那个依赖外国的发动机了 因为原本你依赖俄国的时候 如果俄国有一天断供 或是来不及供应你的话 那你本身你就受到限制了 受到制约了 而中国有了自己的心脏以后 中国自己本身就可以知道说 我需要多少架 我就可以生产多少的发动机 而且我的发动机 在飞行到几个小时之后 我要换掉中国心 我自己本身都可以 远远不绝地更换 各位想想看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工程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走到这一步 真的不容易 因为这个心脏 其实就揪着中国人的心 而现在中国人的心 可以放下一大半了 接着其实我们要看的是 运输机 还有战略轰炸机 也要换上中国心 这是很重要的 是 所以呢 蓝老师我再多问一下说 那您觉得说 他换了中国心之后 真的能够匹配 真的能够是说 最快的五代的隐形战斗机 这个美名吗 我觉得当然可以 因为他的推力 跟他的这个起飞众 是靠的就是这个中国心 那所以大家都会开始推算说 因为未来 目前来讲已经看到 歼20已经有双人座 已经出现了 双人座的重要性 是在于什么呢 在于后面的 就是除了驾驶员以外 另外有一个 他是一个也是飞行员 但是他却是一个电站士 他可以在飞机上 来指挥他的辽机 而且指挥无人机 那么也就是说 由他的电站系统里面 供应指挥 还有跟这个数据链 跟这个空警 他们的整个的一个结合 那他本身可以指挥 辽机的一个作战 那本身由于是双座 他的重量当然就会更重 那这样的行李下 他需要一个更强大的中国星 对所以呢 换了这个中国星之后 赖老师说 绝对可以匹配呢 怎么样 全世界最强的五代机 因为F22已经不量产了 不量产了 它四季结构发生错误 所以他们已经确定 没办法量产 这款机型就结束了 所以现在是有F35 可是F35的发动能力 就没有这个歼20来的强大 对 因为呢 歼20他当初对标就是F22 所以因此呢 美国的Sandbox 他就特别说 他也很紧张 说到底要如何抵消 中国大陆隐形战斗机的优势呢 然后就说 换了心脏之后的歼20 没有办法制约他了 F22仅存的优势 也荡然无存 他就提到了 好 里面 大家都关心说 那F22可不可以升级 等等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F22 他的很多的系统呢 其实还不如F35呢 比如说 歼20他有装 EOTS的光电瞄准装备 跟头盔的瞄准 这些东西 他这个F22也想要upgrade 变得跟歼20一样 好 然后呢 刚刚说的这个媒体 Sandbox 他说可以啦 可以更新 没错 但最大问题是 你数量太少了啦 刚刚賴老師就说了 摔一架少一架 那现在只有大概 180架服役而已 而且每架又很贵 3.3亿美元嘛 所以呢你就已经摔一架少一架 没有这个优势了 好 另外再来看到Military Watch 他也说 WR15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 战斗机的发动机 那重点是呢 你装了这个中国星之后呢 他就可以绕到台湾 东侧打击目标 而且呢不严重依赖空中加油机 也能够去打击日本本土的能力 这个很重要 因为 我们都知道这个歼20 它的作战效能是优于这个F35 因为F35当初就是它是高低搭配嘛 原本就是F22是高的 F35是较低的 是啊 F22是重型的 F35是轻型的 就有点像F18跟F16一样 一个重一个轻 这样的一个高低搭配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 使这个在整个空域中 美国要保有绝对的空中优势 可是由于F22的设计的错误 它没有办法修正之后 那因此已经决定停产 这个情形下的时候 F22你再把它升级 例如说你说 这个头盔指示器 我看到哪里 这个我的武器 就跟到哪里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你了不起也就是改良而已 但是你就是100多架而已 那你100多架 你在重点分配的时候 那当然以中国大陆的歼20 它的成本造价又比你便宜 它的优化又比你强大 而它现在的引擎的推力 比你强大的时候 你在空中的缠斗 或是空中的遭遇 你的速度没有它快 起飞重没有它来的 载弹量没有它的来的大 你的油的那个本身的 你怎么在空中跟它较量 所以在这个情形下 他们已经知道说 美国的空中优势不保 因为除非它新一代的战机 能够赶上来 可是新一代的战机 它需要还是时间 因为是目前来讲 还没有出来 那未来整个台湾的空域 由于台湾海峡到大陆 也不过平均就是180公里 而台湾本岛本身 例如说我们的南北宽 450到500不到 那么我们的东西 也不过就是两三百公里左右 你这样一加抢 也不过就是400多 300多公里 而歼20的作战半径 可以到1000多公里 所以它可以绕整个台湾的 整个全境来实施它的一个作战 而不需要空中加油 那如果要到日本本土 就需要空中加油的支持 但是问题就 一旦有空中加油的支持以后 歼20在日本的本岛上作战 那困难度就不大了 那这样的情形下 未来的战场 那当然日本本土 就是未来的战场 为什么呢 因为歼20可以到达日本 覆盖日本全境 那您想想看 前段时间才几天前 这个两栖攻击舰 对 075 075也已经进入了大嶼海峡 开始进入日本本土 空海一体的搭配作战 中国已经形成了对于日本全岛 进行打击的这样的一种作战能量 航母可以到 两栖登陆可以到 两栖攻击舰可以到 那你想 那导弹驱逐舰跟护卫舰更不用说 而整个战机都在全覆盖的范围内 因为未来的战场 中国努力要做的 就是让战场远离中国本土 那也就是说你日本要挑衅中国 日本如果要跟美国联合 对中国大陆的安全构成威胁 战场是在日本本岛 而不是在中国的本土上 这个就是解放军奋斗努力这么多年 总算我记得彭德怀一生的最大的理想 当时彭德怀跟刘伯承 他们一生最大的理想 就打造一支有现代化的解放军 而这个现代化的解放军 要有能力让战场远离中国的国境 结果今天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中国的解放军已经打造了一批 能够把战场远离中国的国土 而这个就是现代化的军队 那也就是说未来中国的国土 是保证它的安全 战场是在海外 例如说在日本本岛 或是在这个朝鲜半岛 或是在其他的地方 而不是在于中国的本土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简单 不得了的一个进步 是的确 战场不要在自己的家门口 那尤其是来看到中国大陆 不只是刚刚蓝老师特别讲的 这些海的 还有包括了空的 它可以结合对日本有一些威胁 另外来看到光是呢 这个战斗机上面装的这个空空导弹 中国大陆也不断的突围 比如说呢 中国大陆已经有霹雳10跟霹雳15了 霹雳15它的射程是200公里 那装的是有源相控转雷达 那美国的AIM120呢 它大概是160公里 所以霹雳15已经超过了美国的 但是最近引发讨论的是 殲16之前被看到有装的是霹雳17 那霹雳17呢 就被说它的射程超过了400公里 能够它目标怎么样 狙杀对方的预警机啦 加油机啦 电子战斗机啦 夺制空权的心理器 对 因为这些武器 它基本上是四具外的 也就是说我不是在我的视线内来打 是属于中远程的这种战斗机 为了要确保空优 所以在雷达上看到了 锁定了就直接发射 那发射以后可以射和不理 那也就是说发射出去以后 它自己的导引去追踪 然后这个战斗机 可以同时再进行其他的任务 但是它的雷达还是继续在观察 它所锁定的一个目标 其实这种导弹的速度快 而且呢它的作战的半径长 例如说你看200公里发展到400公里 你等于是从台湾头打到台湾尾了 那当然是在四具外了 所以它完全是靠的这个卫星的定位 而且靠的这个红外线的精准定位 以及靠的它的雷达的锁定 我觉得这个在未来的战场中 解放军要取得空战的优势 已经又往前走一步 美国当然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嘛 所以呢中国大陆不断的把这个拒止线 往外往外推 第一个战场不要在中国大陆 另外呢是让美国的反介入跟区域拒止 不断的推到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以外 另外再来看到说 那中美的确是要好好的谈一下 但是美国常常是嘴巴说要谈 那又一边在打压别人 那尤其是叶伦即将要访问中国大陆 要访问之前呢 他特别跟谁见了面呢 也就是跟驻美大使谢峰见面了 叶伦说呢强调两国应该要对于经济啦 金融这些全球性的挑战 要进行相关的讨论 好谢峰说 希望中美相向而行 落实两国元首重要的共训 管控分歧开展合作 推动呢中美关系止跌回稳 在经贸问题要要求美国高度重视 用行动予以解决 好CNN就说了 叶伦这一次应该不会见到习近平主席 那人家有一定要见你吗 见了布林肯之后又有怎么样呢 好那最近那个前人民银行的 副行长朱敏就说了 那他们要谈什么话题呢 中国大陆很关心啊 美国加征关税的问题啊 301的调查啦 还有第一阶段的贸易的协议等等的 我觉得美国听到中国的呼声 已经听了很多次了 其实都听到了 但问题就听得进去嘛 我个人认为根本都听不进去 是啊 因为对于美国人来说 他现阶段一直到未来的十年 他唯一的任务就是把中国打下来 也就是因为美国不愿意中国超过他 前提是中国人 为什么不能自己过上好日子 好日子 中国人为什么不能人均所得也是六万 为什么唯独就是你美国人可以人均所得六万 而中国不可以人均所得六万 没有这个道理嘛 那当你美国要阻止中国的人均所得 那因此美国这十年内 我觉得他不会停手 那因此他永远是说一套做一套 那目前来讲就是 中国人也都知道 美国人永远一定会是说一套做一套 那一方面要跟你周旋 二方面要走自己的路 所以我觉得中国走自己的路 这条路从来没有停止 二方面跟你周旋的这条路也没有停止 那周旋的目的在哪里 争取时间换取空间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美国 希望能够在谈判中给自己获得利益 那所以你只要要谈判我就跟你谈 可是中国要让利 在谈判中把中国的利益让出去 出卖中国人利益 中国做不到 所以你每次一来我就跟你谈 那谈的时候就让你有想念 有希望 总觉得你可以占到便宜 那总觉得你可以占到便宜 可是你实质上从来占不到便宜 那就每次一谈六个月就过去了 中国又争取到六个月 你再来又六个月过去了 中国又争取到六个月 可能你就下台了 那等到两年三年四年 你下台一鞠躬 川普就这样嘛 就下台一鞠躬了 没了 拜登上来了以后 再熬过去 明年你拜登也可能又下台一鞠躬了 那可能又是新的人上来 再继续给你周旋 好 可是周旋过大概两年三年到四年以后 对不起 中国半导体出来了 中国的光刻机做出来了 因为例如说28奈米的中国的光刻机生产设备 已经几乎是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了 那再给我两年14奈米 一路攻克 没问题嘛 再给我两年我3奈米 2奈米 1奈米都给你做得出来 一旦做出来以后 你荷兰也结束了 没细畅了 也结束了 然后你日本也结束了 你美国也结束了 坦白说台积电不要到时候也结束了 所以我觉得台积电要务实一点 真的是唯一能够保护台积电的 真的是确实是中国大陆 我觉得台积电张忠谋在这个部分 也苦口婆心的去告诉美国人说 你满嘴讲全球化 可是你做的都不是全球化 你都用国家安全的理由限制出口 禁止出口 你都是用说 这个所谓的我要维持先进科技的领先 所以呢我对于现在跟未来的科技 我都要禁止出口 那他说这叫做全球化吗 你都再说一套做一套 我觉得美国人继续再说一套做一套 中国人很清楚 但是目前来讲 为什么还要跟你谈周旋争取时间 是 换取空间 对换取空间 那中国大陆现在底气也越来越足了 尤其是中国大陆也出招了 国务院批准说 针对加根者这些实施了出口管制 8月1号实施 就被视为说 这对于西方围堵的反击 对 因为这是第一步 那你要把这些稀土要能够成为武器 这必须要做很大的功夫 第一个 稀土的行业要整顿 第二个 稀土 你一旦开始禁止了以后 它的国际的市场会标价 那因此标价就会获得很大的利益 有很多厂商 就会见钱眼开出卖国家的利益 那很多厂商要见钱眼开出卖国家的利益 它一定想办法走私 倒卖出去 它可以用废土 用各种名义把它藏在里面送出去 你怎么去抓它 对外关系法 因为永远有很多爱国的人士 他就会去检举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围堵住 围堵住 这个武器才会有效 对 所以呢 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大陆布局也很深 我要反制你 从一开始的时候 就有对外关系法 已经实施了 那尤其呢 王毅他也说 这是要对外有一些斗争的完善的工具 那再加上针对于稀土的管制 真的太精彩了 战争要何必 你需要正确 而且权威的国际资讯 和情绪分析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网APP 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 就多一口感觉